啊!啊! What the hell's wrong with me? I don't get along with anybody, honestly I've been living in my own head constantly Thoughts jumbled around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快快說一個下一個 這個不是的 Sorry 這個嗎? 是這個嗎? 是這個 這是貨貨 I'm so sorry 有師傅說出Blood Sucker就正 是呀!我極喜歡Blood Sucker 好!大雅琼了 已經出了幾天了 看見師兄玩熟了 我終於拿回家 最早我拿過來 那些桿我剪掉 你又是剪掉了 做了功課 這隻很漂亮 但是我怕它變成黃 後華 後華 看看何時出海軍 好! 這隻出海軍就有點 未必會合作 因為太空用 因為這隻真的很好 我不說說先 給大家看看配件 當然有絕體 頂你過廢 有這個Diacon 拿些東西出來 有Diacon的駕駛員 都是白色的 所謂的月面 這些叫做太空用 月面基地形 通常都是白色的 以白色為主 白色就 有時看上來 好像刮了一點 但就沒辦法了 設計不要用坊間 法郎友的滲線液 現成有個瓶開出來 用得那些 千萬千萬不要用那些 法郎友滲線 因為這個系列的膠 是支持不到那種油 一定會粉身水骨 這麼誇張? 不是要組裝的時候 巡例拍一拍封面 黑底 宇宙背景 先看看 飛彈 Horbit Hopper Unit 正 後面會說回今次有什麼 基本的變化 宇宙用的機體 宇宙用的機體 其實相對整個系列 比較不算多 因為它通常都是別色 但今次主打是白色 對 這個就比較少見 你真的搭不到其他東西玩 好了 配件其實不多 坦白說就是這麼大 最重要當然是FZ 一隻超標MISSO 咦去哪裡? 在這裡 首先第一個玩法 就是 很簡單 這個拼在這裡 其實大家看這個機設 比較年紀老邁 像我那樣的年紀 或者比我更大一點 好笑的 覺不覺得這隻機熟口熟臉 是不是好像有些打機 那隻 我自己呢 記得小時候明珠台 曾幾何時 晚上就做過一套 近乎是類似電影的電視劇 就叫做Cosmo 1999 喔 是的 它裡面有一隻叫Eagle的機 就是這部 很像 它的頭部是扁一些三角形的 我覺得它這個很有那個感覺 特別是這節 是的 特別是後面那節 我覺得如果當年是有 因為外國 就有很多Cosmo 1999的粉絲 那 我覺得 還會贏一贏 還會贏 就是那隻機 好像是那個系列的世界觀 但是可以變機下人 我覺得是很重的 嗯 好了 那接著呢 當然玩回它的主體 很基本的變形 也是很簡單的 玩過的大家 都知道怎樣玩法的了 很實正 很實正的 沒有懸念的 一點都不化學 沒有東西掉 沒有什麼 不是必然的 是的 它現在 它將那個產品實正的程度 都操控得很好 有備而戰 我沒有 就是一時不記得 如何抽出來 看看 你看看 應該 應該拿 應該拿 它出來 對 還有頭 如果在我自己那裏 就準備了那些 一些小工具可以負責 好 好 那機械型型態 楊潔工程 這個型態 大家都熟口熟面 有玩開 之前都出過其他冷色 當然這個 駕駛艙就是新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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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就是 就是比較乾淨 有些 沒辦法 就是這樣 這個不是合金玩具 其實如果變成灰色 我更開心 好像更耐心 那種感覺 是啊 其實如果 我都覺得是 如果淺灰色 感覺上還會 沒那麼膠 坦白 有師兄說 剛才會已經公佈了海軍色 是嗎 嘩 好 好 接著呢 持槍 都沒什麼問題 嘩 這支長炮 一會兒也有東西玩的 一會兒也有東西玩的 插了背部 一了八了 哈哈 好了 可動性 我就不多介紹了 因為這些基本上 都爽扭了 沒有什麼懸念 這個都 以這個比例的玩具 來講 可動性 應該合價有餘 就是 有些高手 好像你這些 跟他 滲一滲線 做一些舊化 一理宇宙都有機會 磨損 這些東西 好了 接著呢 這兩個東西都組成在一起 也是非常簡單 哇 它站不站到呢 是的 問題就是 我自己覺得 不是太能站到的 不算是站到的 即是你可能可以 很用心機去找到一個平衡點 但是其實呢 都是 仆街的 咦 不是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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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站定定就難些 摘起馬雅開腳 就OK 但如果你說 直立 就可能會 重心實在太 太猴 它的引擎位 都可以動到 是 就是擺姿勢 那時候都 好玩些 都可以啊 噢 噢 可能因為是一支槍 你不差在 既然向前傾 我們 挑戰一下它的垂直 垂直 垂直就 未必得了 哇 有師兄說好像多魯基斯 對 我剛剛說多魯基斯 對 真的好似 只有邊用那個奸角 是不是 都不算奸的 哈哈 敵角 對 敵對角色 我盡量拿一個 平衡 我告訴你應該是不行的 可以嗎 都是向前傾 對 這個就極限 對 它說明書那裏 就有一個造型 這裡 不用了 它有一個這樣的造型 Match style 我覺得有一點無靈兩可 但是也可以 可以 做一整給大家看 是啊 好啊 其實也是 簡簡單單 簡簡單單的 所謂 類似半行走形態 將腳變成手 這樣 兩隻手就收掉 然後就 收拳頭 那 都 挺好黃度的變形 對了 就是叫做一個 玩玩具真的要留一點指甲 其實我今天應該要剪 我記得了 我也是 這陣子真是 多事搞啊 忙到只剩0.3條人命 哈哈 你看我上兩星期都沒有來 慘 穩成不要緊 完全是處於一個 戰鬥狀態 處於一個 對 初出茅廬的小火子 就是 為工作奮鬥的狀態 好 其實 其實 他呢 就有一個這樣的 叫做 就是 他推薦了一個這樣的形態給你 我覺得有點 硬 我覺得 不支持 不錯啊 類似這樣的 腳變成手 是 一個太空工作型的 但是有三顆暴打在頭上 我覺得最終極的玩法 都是變回 做 行不行? 會是 是的 終極的玩法 都是變回 非人的 最黃度 最最後的形態 是這次的賣點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幾個形態 我都覺得很可愛 而且細節奏位置的相機都好 黃色的 還要軟 是 The color QC好 不是必然的 也是所數而欠的 這樣的話 不會虛擲 好 這樣就拉來 後來 接 date 再拆開兩條東西 這次序 拍實 調校後面的噴射器 腳架拉下來 腳架呢 先看看前面的腳架是哪 先看看說明書 前面的腳架 是槍 哦 是啊 真的沒有效果 前面的說明書 看到我頭都暈了 後來摸摸摸摸就明白 還有我也不知道說明書是否釘裝錯了 那些次序好像不太合適 對 這個系列的說明書是 古怪一點 是做那個人 自閉症 中間的網站都知道這個 DA100 確實就是這個 上半身了 彩色試板都出了 但是都是那句 你問我 我就真的覺得上半身太操作了 和下半身 雖然上完色之後的感覺好些 但是都真的騙不到我對眼 我都是覺得上半身太操作了 是 因為他變形的形態 令到他上半身這麼扁 最初我會估計他的上半身 其實我以為他會長一點 高一點 裡面是有兩層的指揮閘 可惜他真的跟蹤 誰知道他借低一層 對 這件事我比較 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那個 我純粹在機械形態外觀 我有點失望 因為真的兩部上下部分 我覺得真的不太合適 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個Rubo Base 對大賣點 其實是他很大的 很多東西玩的駕駛 駕駛 叫做施靈塞 施靈塞 但他的重點就不是落在那裡 他重點是落在其他的 收纜 變形 你問說可援性 即是空中堡壘 結合座之後的陸上戰艦 那個形態是漂亮的 但也有一句機械人 我相信也是好玩的 不過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是希望他裡面多些堅困 即是可以讓人仔上上下落 但似乎他的重點是在變形 有其他細飛機 其實接下來他可能會多說 就在胸口裡面 會不會有些花神玩呢 我又覺得有機會多的 但怎麼玩就真的 應該還有些東西 到時候再公布 所以我現在暫時不太多評價 說回這隻 這隻的飛機外型 真是漂亮到不得了 其實他幾個形態我都喜歡 我是不喜歡 其實白色我不是不喜歡 是保持不久 還有多句 你如果真的有心機 你這位做一些舊化和滲線 perfect 你幹嘛用化妝呢 轉頭見 轉頭見 對 你們的節目真的很好看 對 尤其是做直播 很喜歡看 對 洗澡也要看著 可以這樣 你會看到 TOYSTV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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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